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20日 禮拜三早上的第一節 先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關於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失竊了的手提電腦 目前你都說 偷他的電腦的人就找回 只不過那部電腦仍然下落不明 佩洛西在接下來的幾年可以說是有得震無得睡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副總統彭斯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馬康奈爾 據報不會出席特朗普總統的寬鬆儀式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佩洛西的電腦 在1月6日的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當中 很多示威者就衝進去國會裏 佩洛西的手提電腦 原來就是被其中一名的示威者 叫做威廉絲 偷走了 威廉絲 是22歲 是一名女性 到底他是怎樣落網 原來根據華盛頓特區的法庭細章顯示 聯邦調查局曾經接到一名 自稱威廉絲前度男朋友的告密 指控 威廉絲 企圖 將佩洛西的手提電腦 寄到俄羅斯的一位朋友手上 而那位俄羅斯朋友 就計劃 將佩洛西的電腦 轉售給俄羅斯的聯邦對外情報局 即是說 很有可能 如果賣得出的時候 就是會落入俄羅斯的情報機關手上 但是 這個告密者就說到 這一部手提電腦 到最後 因為不明的原因 所以就賣不出 而那部手提電腦 仍然是極有可能 還在威廉絲的手上 好了 聯邦調查局就說 威廉絲一度就逃離了位於賓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住址 去到昨天 司法部就說到 威廉絲已經向賓州的執法部門自首 當場被捕 而當局是會展開調查的 即是說 目前來說 這部電腦 應該就沒有落入到俄羅斯的手上 仍然就是在美國境內 因為這個女人說去自首 但是就沒有說他帶上手提電腦去自首 目前這部手提電腦應該還是下落不明 還未找得回 佩洛西 接下來幾年都要繼續 提心吊膽 因為究竟這部手提電腦裡面 有沒有一些機密的內容在 沒有人知道 佩洛西對著公眾說的時候 當然就說 那部手提電腦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機密檔案的 你一打開這部手提電腦 他就會自動 啟動這個 一個銷毀的程序 這樣 他說就這樣說 他例牌也要否認 難道他跟別人說 裡面很多正料 一爆出來就新敗名列 他就不可能這樣說 所以 接下來幾年 他也有頭疼 這部電腦一天找不回 他就一天 心都哆哆軟 好像比蟻咬一樣 接下來 再講一下 關於特朗普總統的 寬送儀式 據保守派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 副總統彭斯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內爾 以及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麥卡錫 都不會出席 特朗普總統的寬送儀式 其實這三個人 不去就好過去 相信對於特朗普總統來說 都不會覺得是什麼大的損失 尤其是在說彭斯和麥康內爾 這個彭斯 就假猩猩 昨天就跟拜登政府說 說他們應該對中國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和要確保印太區域自由和開放 實際說這些說話 就已經是無保於事 因為他在1月6日的表現 都已經是人所共之 他不去特朗普總統的寬送儀式 我想 沒有人會覺得是損失 至於多數黨領袖 麥康內爾 他明天開始就不會是多數黨領袖 他就會變成少數黨領袖 因為目前參議院就是 50席對50席 共和黨現在還是所謂的多數黨 其實就是因為副總統 也就是參議院議長 由彭斯來擔任 得到明天 賀錦麗宣誓成為所謂的副總統以後 就會扭轉了局面 因為 賀錦麗宣誓成為所謂的副總統以後 他同時也是兼任所謂的參議院議長 至於 麥康內爾 更加離譜 他在昨天竟然間公開作出了一個指控 就說 在這個月初發生的國會山莊激烈示威活動 有暴徒 就聽信了謠言 受到了總統 以及其他有權有勢人士的煽動 於是就發動了衝擊 他是公開地首次 把矛頭指向了特朗普總統 他這樣做的原因 無非就是想確保得到 在1月20日之後 所討論的 彈劾議案 是會獲得通過 這簡直是其心可諸 他已經不止一次暗示過 說他本人 會在這個彈劾議案當中 贊成票 在16日的時候 麥康內爾曾經 跟所有的參議員說到 當他們決定 是不是就著衝擊國會事件 將特朗普總統定罪的時候 就要憑所謂的良心來投票 他憑良心投票 報道還在猜疑 現在答案可謂黑在牆上 因為他竟然把矛頭指向特朗普總統 他的所謂憑良心投票 當然是要將特朗普總統定罪 當然這個定罪 不是跟法庭的定罪一樣 這個定罪純粹是 他是否需要就著國會衝擊事件 負責 不是刑事的責任 因為 立法機關就不同司法機關 但這個定罪 無非就是 將特朗普總統 妖魔化 和污名化 如果是 真正通過了這個彈劾以後 就會進入到另一個 議案 也是很多民主黨人 引頸以待的 一條議案 這條議案就將會表決 究竟特朗普在將來 能不能夠再次 競逐這個總統的大位 參議院的少數黨領袖 舒默 就曾經公開說過 說他會贊成 彈劾特朗普總統 還會贊成 限制特朗普在未來繼續競選公職的權利 所以 民主黨人和部分共和黨建制派人士的心意 已經很清晰 不僅要搞到特朗普卸任 還要搞到他 一輩子都不能再選總統為止 這就是他們的真正意圖 如果不是 人都已經卸任了 你還彈劾什麼呢 因為要限制特朗普參選的話 他首先就是要通過了一個彈劾議案 才能夠再表決 究竟給不給特朗普以後繼續參選公職 這個彈劾議案的門檻 就是三分之二多數 即是67名的參議員同意 至於說表決 特朗普將來能不能夠繼續競選公職 那個就簡單過半數就夠了 即是50人 51人就夠了 所以我相信 現在既然這班傢伙不斷發工的時候 通過彈劾的機會都是大的 大家試想一下 有50件已經是民主黨人 有幾件共和黨的鐵膽契弟 準備要 叫做賭歌 比如說麥康內爾 羅姆尼等等 有幾個鐵膽 那幾個是鐵定會賭歌 所以那裡數了 已經是55、56票 那這班傢伙 再拉多10件8件牛鬼蛇神 現身 我覺得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所以 特朗普總統在卸任之後 他將會面對著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 他做很多事可能都會舉步為姦 因為這班傢伙肯定會走出來擋住他 一定會阻礙 一定會搞政治清算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續關注特朗普總統的動向 當然 我看到有些人還在說 有機會翻盤 那不重要 還有一天就會揭曉 我亦希望那些人 到了1月20日之後 能夠堅強和勇敢地面對疫境和困局 才可以 正如特朗普總統 他在昨晚的告別宣言當中 就說到 說他的運動 是會永不止息 即是說他根本上是不會 在卸任之後 完全不理正事的人 所以 作為他的支持者也好 或者是你認同他的理念的人也好 沒有理由還在這個時刻繼續轉牛角尖 走入死胡同 一直相信那些沒有養份的陰謀論 甚至是假消息來麻醉自己 一定要平常心地面對才對 因為特朗普總統在昨天 都已經發表了一個離任宣言 已經是沒有懸念 現在還說有懸念的人 只不過是自己轉牛角尖 在找他們的所謂蛛絲馬跡 20日之後 都是要面對那個事實 客觀事實大家都要面對 不面對的人 就跟藍絲一樣 其實沒事的 就算被拜登上台 他都管治不了 你看看他怎樣壞 然後再說 到底特朗普總統的寬鬆儀式會怎樣搞 據一些報導所說 特朗普總統打算在20日早上離開華盛頓 將會 去到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舉行典禮 現場更加計劃 明放21響的禮炮 究竟這個是不是事實呢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根據多家媒體的報導 包括保守派的媒體 都是這樣說 特朗普總統 將會乘搭轉機 去到佛羅里達州的 海湖莊園 那處 是定居的 祝願他和他太太 在海湖莊園 生活愉快 同時 大家都要持續 關注他的動向 因為下過於那些親家 很大機會 是會搞政治清算 陸續有來 應該是 所以 大家都要金睛火眼 盯緊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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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